Diet 我们看这个字 第一个音节落在di 我们念成di的音 et的e 念成轻音 念成er 所以这个整个字呢 重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 我们就念成diet diet 那diet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翻成所谓的饮食 我们看英文解释 什么叫做diet呢 就是the food or drink one usually consumes the food 就是食物 drink就是饮料 one指的是一个人 的意思就是one person 就是一个人 usually通常呢 他所消耗的 他所吃掉的食物 或者是饮食 或者是饮料 那我们中文意思翻成饮食 英文就念成diet 那我们看例句 the doctor advised my mother to change her diet to lighter food to eat the burden on her body 那他说呢 the doctor advised my mother to do something 那我们看看这个句型 我们说呢 建议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advise某人 to do something 那这边呢 就是改变 他说呢 医生呢 建议呢 我的妈妈呢 改变 好 建议我妈妈改变什么呢 改变她的饮食 her diet 她的饮食 怎么改变呢 改变成什么呢 change a to b 那这边呢 有两个片语呢 我们就一起来记一下好了 第一个 就是advise 后面接某人 好 第一个片语呢 advise某人 to do something 指的就是建议 什么人做 什么什么事情 这比较简单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是change change a to b 把a变成b 把a改变成b change a to b 所以这边呢 那个医生呢 就建议我的母亲呢 to 去做什么事情呢 change her diet 把她的饮食 改变 朝着什么方向改变呢 lighter food 然后变成比较 清淡的 这个light 原本是轻的 那因为她后面接食物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比较清淡一点的食物 好 目的是干什么呢 to ease 这个意思呢 指的是减轻 时缓和的意思 把这个burden 这个负担 负担什么 在什么地方的负担呢 on her body 对她的身体 所造成的负担呢 能够稍微ease一下 就是把它减轻的意思 OK 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would you like some cake no thank you I'm on a diet would you like 好 would you like 后面呢 直接接名词 表示呢 询问对方的意见 对某件事情的意见 好 这边呢 你想要来一点 干蛋糕吗 would you like some cake no thank you 不 I'm on a diet 我正在 结食 好 所以我们说呢 主词 抹人 再加上 be be on on a diet 好 指就是 抹人呢 正在 结食 OK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 diet diet 饮食 对方的意见